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自驾旅行经历和旅行自媒体创业之路 很多年前我就梦想着自驾去西藏去旅行 去年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自驾由西藏拍摄了很多视频 并将旅行的视频上传到了视频平台 上传后并没有引起什么热度和流量 观看的人数也不多 但是我也收获了一直以来观看我频道的一些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 在这里我由衷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厚爱 没出去之前我不知道 这出去一趟我是深有体会 自驾旅行和自媒体完全是两码事 你们可能会认为自驾旅行 房车旅行是一件非常享受很惬意的事情 对我来说也的确如此 但是做旅行自媒体这件事情 非常影响我的旅行体验和感受 我开车的时候需要拍摄视频 我下车看风景的时候也需要拍摄视频 甚至洗衣服洗漱 吃饭做饭睡觉的时候也需要拍摄视频 每天都要拍摄剪辑后期上团 这些工作量非常之大 以上都是体力劳动 还好我没动用脑力劳动去编排设计剧情 并去实时拍摄 我拍摄的内容都是纯记录 就是大家都说的那种流水账 我这里我先不展开说 下来我会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这让我有时候感觉自己并不是出来自驾旅行的 而是出来工作的 旅行应该是一种享受和放松的体验 但是旅行自媒体它是一种繁忙的工作好不好 而且视频发布后还没有流量 那我这样拍能有流量才怪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说我为啥拍纯记录方式的无捞感 也就是说流水账 我记得最早开始发旅行视频的时候 在西瓜上有一位忠实的粉丝朋友 几乎每天都来我的视频点赞留言 再后来给我提意见了 说看了好多自雅游视频 大家都带狗 都在拍狗遛狗吃饭啥的 没意思 你能拍点不一样的吗 结果显然一见 我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过来点赞和留言了 整个人人间蒸发了 其实像这样的粉丝朋友 还有很多 最后都是对我表示失望 最起初就像每天过来打卡一样 点赞留言 但是最后都人间蒸发了 其实我这个人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在哪呢 就是我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就是我这个人 他不能一心二用 那就是对我来说 自驾旅行是一回事 那自媒体旅行拍摄自媒体 这是另一回事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就没法一心二用 我做一件事 我就只能做这一件事 那其他的事 我就很难去协调好 去分配好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就是可以在同时的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就像天生的对我的一个魔咒一样 我就是做一件事 就认认真真的就是去做一件事 你比如说自驾旅行 那我就享受这份旅行 我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 我在享受整段的旅行 我在享受整段的自驾出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旅行自媒体 刚才我也说过了 它其实是一种工作 你拍摄的时候 你需要准备三脚架 你需要安装镜头 把相机准备好 安装在三脚架上 而且你需要去摆放三脚架 你需要去构图 然后再去调曝光 然后再去对焦 我说个例子 简单给大家比喻一下 你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 那我在准备配菜的时候 准备点火的时候 准备爆炒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盐放多了 还是放少了 我这边还得再考虑着 这边这个对焦有没有对得上 那曝光准不准确 有没有过报欠报 那拍摄的角度 构图到底好不好 那这边可能就得先把鸡蛋要捞出来 又得开始放入青菜了 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在同时做两种 完全不是不挨着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这个人 我是有先天性的一个不足的 当你终于把这盘菜炒好了 端到桌子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我的相机麦克风没有差 那么你拍出来 整个这个画面是没有声音的 那这盘菜我就得放着备用 然后再重新再炒一盘 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 当时在国内国外都非常火的一位大V 也是做美食的 这位大V 李子柒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他的一个自传 他为了拍摄一个镜头完美 就是一个做菜的一个镜头完美 他总共这样来来回回 他也是这次做糊了 那次这个东西没放 下一次那个什么镜头 对焦又不是太准确 就因为这样反反复复弄了 折腾了四五十次 就为了炒一盘菜 所以说我说完这个例子 我想说明什么 大家能不能明白 自驾旅行和自驾旅行自媒体 这是两码事 完全不挨着的两码事 一个你是享受整个旅程 享受生活 另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工作 而且这两种它不是一种状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要拍好一段视频 是极其困难的 你比如说我在登山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台 我要从这上去 但是实际过程 我需要把三脚架 我先爬上去 把三脚架相机架好了以后 然后把机位摆正了以后 够好图 调好曝光 调好对焦模式 检查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从山上跑下来 然后卖力的也好 轻松的也好 把这个山给爬上去 这个时候 其实更多的表演成分在里边 我是更是一个演员 因为你心里想的事情 可能是你出现在画面里边 你的姿势对不对 你抬脚的角度 是不是多了十度 我需不需要转个头 看看那边的风景 然后再继续往上爬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正常 你如果说你不是做自媒体的 你不拍摄这段视频内容的话 你其实就是一个爬山的过程 你可以在爬山的过程中 你欣赏两边的风景也好 或者是你这个时候真的非常的累 你气喘吁吁的 又扶腰又颠背的也好 正因为咱们这个过程中 你想象的东西它不一样 所以说状态也就不同 是吧 大家看到过很多的旅行自媒体 无论是骑行车的也好 开房车床车的也好 会经常看到这种来回去相机的这种画面 对吧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这一期内容我就不再啰嗦了 我觉得再说就有点跑题了 因为也是聊天的这种形式的这样一个视频 整个思维比较跳跃 逻辑性比较欠妥 我就不展开再说了 总归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说正因为西藏是我多年一个梦想之地 那我出去的这个状态呢 我如果说50%一半是旅行 一个是自驾旅行 一个是自驾旅行自媒体 各占50%的情况下的话 我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旅行这一边 所以说我选择了一种最无脑的拍摄方式 就平常就是拿个手机 随拍记录 这种流水障式的模式 这样我就能把更多的状态 留在这个旅行者的一个状态之中 再去享受这段旅程 当然之前说的这些拍摄 这还不加那种脑力劳动创作者 什么叫脑力劳动创作者呢 就是编排一些剧情 并且去实施 把这个剧情给实施出来 这种事真的是非常好脑细胞的 因为你大量的工作 你还要拿出将近一天一半的时间 去用来思考去编排剧情 这种视频也是流量最高的 因为你既然动脑了 你编排出来的剧情 它肯定你就想 它就比较有逻辑性 而且剧情肯定也是比较丰富的 对不对 它这里边它会有冲突 它会有镜险刺激反转等等 其次就是你认真的去 像李子柒那样去拍摄一个视频 你炒一盘菜 你为了最完美 你可能要反反复复几十次 就像周星驰那样 周星驰也是一个镜头的话 他会反反复复好几十次 把演员都弄得都非常烦了 到最后对不对 那这也是一个 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和一个拍摄者 你应该有的一个什么呢 应该有的一个素质吧 你既然是在工作嘛 对不对 你想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你想得到大家的共鸣 那你肯定要在这个拍摄 包括你导演 包括你后后那个前期的整个这个剧本吧 你要去筹划去去去策划 你肯定要是在把大量的精力放上放在这上面 而不是放在旅行上面 其实最次的我都能预想到 我这种视频呢 其实就是那肯定流量不好 这肯定的了 流水账嘛 谁爱看流水账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么拍 而且我这种拍摄 你不用动脑子呀 是不是 拿出手机来 随时就可以拍 记录 纯记录的模式 但是但是啊 就是我这种拍摄模式 它的工作量也是非常的大 毕竟我在干这些事的时候 我还是在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拍吧 我也是在拍 对不对 而且呢 你还要去剪辑啊 对不对 剪辑也占有你非常大的时间 包括你的后期啊 你上字幕啊 调色啊 然后等等等等吧 所以说它完全是对我来说 就是两种状态 所以说回来以后啊 我也在考虑 我也在琢磨这个事 所以说如果让我选 这个事我不出去不知道 真的走了这么一遭 我才能清楚 让我再重新选的话 我可能在出发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去拍摄视频了 去做这个旅行自媒体了 那我这三个月呢 去年这三个月呢 我就踏踏实实的 好好地去充分地享受这趟旅行 这趟旅程 因为你毕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拍摄 这个自媒体的工作啊 你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报 相当于是你天天用大量的时间 在做一些无用工 而且呢 我整个的旅行的这个体验呢 也并不好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都晕 我都不知道我是出来旅行的 还是出来工作的 然后慢慢的 我非常确定了 我这是出来工作的 出来上班来的 而且还是不开工资 没有分红的那种 就有点 有倍于我的初心了 我的初心是 好好的自驾旅行一趟 所以说再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不会拍这些视频 并传到网上了 那我这趟旅行呢 就是开着房车 自己好好的去玩 好好的去放松 对吧 那这样的整个旅行的体验呢 也会更好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驾旅行嘛 现在说到这个 做自媒体的这个事了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当初呀 我是因为我希望可以通过 自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呢 来赚取一些收入 那么来平衡呢 旅行的成本 因为我之前嘛 也是拍一些视频 发到网上 那受欢迎的呢 就是一些相机教程 是吧 很多朋友都是通过 那几期的视频认识我的 所以说呢 当时我认为 那既然要买房车去西藏 那就接着拍吧 我觉得这本身呢 就是一种创业嘛 对不对 如果说成功了的话 那这将是一份 非常好的事业 既能满足 是吧 我长期自驾游 又可以满足 我生活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 这样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如果没有家 你大可不必这样 是吧 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但是有家就完全不一样了 养家糊口 这是责任啊 兄弟们 但是如果说 这是成的话 那天南海北出去玩 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吗 我在路上 我这是在工作呀 这是在养家赚钱呀 对不对 那家人能不支持吗 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还是人的精力和时间 都是有限的 那旅行自媒体呢 需要付出的精力太多了 成本也很高 如果我把太多的精力呢 用在旅行自媒体这件事上 那么我在赚钱这方面呢 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可以去分配 这样下去 相当于是我就是在坐吃山空了 所以说我决定呢 暂时暂停继续的自驾旅行 将更多的精力呢 放在赚钱方面 每年拿出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来出去长途旅行 就很不错了 享受生活和旅行中的美好的一面 这样呢 我可以更好的哈 平衡工作和生活 同时呢 频道在以后的这个视频更新方面呢 也会有所改变 我会将更多的内容呢 放在房车 摄影摄像 还有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见解和经验 那闲暇的时候啊 咱们再去周边自驾游 也会拍一些自驾游的内容出来 总的来说吧 做旅行自媒体 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精力 但是为了家庭的责任啊 我必须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 我相信我的观众们呢 也能理解我的决定 同时呢 我也希望啊 能够继续的与大家分享房车 摄影摄像 等本人的一些见解 OK 那这期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